虽然我们好像只是旁观者 但是非常为他们感到开心跟骄傲 这样就觉得你已经今天有领奖 对 领了一个奖 领了 就是有没有起码起百个奖 大大小小说 但是其实每一年都有不同的意义在 因为 对 今年是因为 还蛮少时间待在台湾 我觉得歌迷朋友 就是好像是票选 投票 然后我觉得拿到这个奖 我就觉得很开心 然后会有个动力 就是继续做好营业这样 其实你每次不管你的作品 不管是音乐或者是电影或者是什么 你的作品就是 一出来大家都会就是用放大镜来看 对 会有很多就是什么 整个审视你的东西 但是对你自己的东西是很有信心 就是以后来讲 还是说也会很在意大概讲的人那些 那其实 我觉得其实因为这样专辑 你是在讲音乐的部分还是 我在讲各方面 各方面 其实像之前的 只要说影视方面的熊猫人 跟我有演嘛 你也知道 我们拍得很辛苦 但重点是 还是会有一些奇怪的声浪出来 是 那这些片评其实老讲 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无所谓的 那我就会写这个 超人不畏畏的歌词 稍微你知道就是反驳一下 大家对于我为什么要去主持 为什么要做这么多 不是我 大家会觉得不务正业 对 但我觉得那只是好玩而已 我的正业就是像一个大树一样 永远在这里 那些副业只是你知道就是一些小树 那如果打了也不会影响到这一棵大树 那你能不能讲一下你最近就跟那个 Kobe一起合作的 跟Kobe一起我觉得跟黄应该很羡慕 因为平常都是跟我叫我打篮球 你知道吗 然后 他听到这他都跟黄 我给你讲一件事情 我说什么事 你注意啊 你听完之后就吓风 他有跟你讲这些头角的事吗 对 没有 我想象中他的头角 因为我想到他要很合意的感情 他说 我要跟Kobe拍广告了 不要告诉别人 大家赶快就跟我讲 当然对我们来讲我们非常羡慕 但是他中不在乎 对我中不在乎 那这个是你导的吗 对不对 广告是有广告导演拍的 那MV我自己导的 想要听说你觉得很可惜 很多就是什么 豆牛 就是你们两个一对一的 对 一些花絮我去把它 广告不会看到 我把它剪进去 有一些因为它太高你知道 然后就整个抱住我了 我在旁边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一样 那这个就是去国非每个 跟他一起拍的表演 那你接下来 那是想要 真的很想要在乎这个 就是类似下来 就是Michael Jordan 真的假的 因为我已经想不到 我才有什么人可以合作 我觉得我该做我都已经做了 那你现在戏台湾 那你到底什么时候要出那个 新的战场的时候 新的战场 大概暑假的时候 真的喔 已经弄差不多 干嘛 突然看一眼 反应很大 因为暑假很快就到 你快就到 我哥已经戏了 所以你都还没录好了 还没有录 对 哥喜欢对 好啊 好听 我相信你都做的时候 你今天就要再来 一定要